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女儿买的芭比娃娃 又是两周没有见到女儿圆圆了 因为学术研究 占用了我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对于女儿我一直是心存愧疚 我把礼物藏在身后 激动地打开房门 喊着圆圆的名字 眼前的一幕却让我惊呆了 三岁的女儿圆圆正在客厅 跟一个六岁的男孩玩着拼图 厨房里老公的前妻审慢 正忙着做饭 如果不是女儿圆圆 我真的以为自己开错了门 我正当一头污水 此刻又响起了钥匙开门的声音 老公于心东回来了 圆圆和那个男孩一同喊着爸爸 跑向了于心东 于心东结婚之前跟我提起过 她的前妻审慢 可她从未提起过 他们之间还有一个这么大的男孩啊 我无法面对她一直以来的欺瞒 弯腰抱亲女儿摔门而出 我想抱着女儿赶快离开这里 却被快步赶来的于心东追上了 她一手抱过女儿 拉着我在小区的长椅上坐了下来 过了很久 看到我渐渐地冷静下来 于心东开始慢慢地谈起了往事 她是在离婚后才被告知 还有儿子果果的存在 而当时她正和我在热恋中 她不想打破当时两个人的甜蜜和美好 这事儿便被瞒了下来 因为一直觉得对儿子有愧 她每隔一段时间 便会带着圆圆去看望果果 兄妹俩也逐渐熟悉了起来 有时她工作走不开 而圆圆奶奶又临时有事 她就只好请沈曼来帮忙照顾圆圆 一来二去 两个孩子便熟悉了起来 我被她自以为是的解释 气得肺都要炸了 冲口而出道 你先是婚前隐瞒儿子的存在 接着隐瞒 你跟前妻频繁地来往 你居然让你前妻照顾圆圆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征求过我的同意吗 于心东依旧冷静地看着我说 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 你为这个家做过一顿饭吗 圆圆你又关心过多少 我们之前商量好的 你现在还有调回来工作的打算吗 一时间空气仿佛都安静了下来 六年前在一场学术的交流会上 我认识了老公于心东 作为博士生 我第一次上台做报告 难免有些紧张 会议结束后于心东主动过来认识我 并指出了我的几点小问题 也许是在我学术上的青涩与热情感染了他 也许是我大胆咧咧 热情开朗的性格 让他顿生好感 而他非同一般的见地和学术造纸 让我渐渐地从崇拜 并逐渐爱上了这个人 大自己六七岁的男人 在我博士毕业时 我们结婚了 婚后我继续留在香港读博士后 于心东作为访问学者也留了下来 我们成了人人羡慕的学术夫妻 借着学术交流的机会 我们访遍了世界各地的名校 那时的我 对于心东从一开始的崇拜 到逐渐地信任 依赖 他精心指导我每篇论文的发表 工作之余 还总能做出可口的饭菜 让生活白痴的我直呼捡到了宝 我幻想我们就这样天长地久下去 一年之后于心东访问机已满 回到苏州高校继续他的研究 而我则继续留下 我们约定五年的时间 等我再攒够工作的资历就回去 和他一起做研究 时空的阻隔并没有拉开 我们之间的感情和距离 除了每天包电话周之外 于心东更是经常来看我 我们约定有任何事情 第一时间要让对方知道 就这样我们一起 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一年之后 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因为小生命的意外到来 打乱了我们原来的计划 宝宝到底是跟着我留下 还是跟着老公回苏州 成了我们经常讨论的内容 我以为有了女儿 我会把精力逐渐转移到孩子身上来 然而我笨手笨脚 好几次弄错了奶粉的料 害得女儿发烧 拉肚子 无难之下 在女儿出生后的半年 于心东把她带回了苏州 让婆婆照看 来回奔波两地的人 从于心东变成了我 与此同时 因为刻苦努力 我短短三年内 迅速从讲师当上了副教授 让我一直非常有成就感 工作动力大增 却忽略了生活的柴米油盐 忽略了于心东一次次的希望与失望 直到那一天 我临时到苏州开一个学术会议 会议结束后 我打开房门的一瞬间 看到了老公前妻 他们的儿子 还有我的媛媛 三个人其乐融融 在等着爸爸下班回家 一时间我觉得自己是遭到了背叛 来自老公和女儿的双重背叛 一心想要快点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可又想到自己作为母亲的失职 于是我重新鼓起了勇气 决定带着圆圆跟着我 这样能够更多的时间陪着她 来回奔波两地的人 又变成了于心东 可每次见面 我们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 无话不谈 只是在圆圆面前 扮演着好父母的角色 接来圆圆我才发现 对于照顾孩子 做饭洗衣 我是真的是很不擅长 再加上我很忙 很多次都是拜托同事 临时照顾圆圆 让我最苦恼的是 圆圆隔三差五地吵着 要去找爸爸 那天不是周末 我恰好没有课 就带着女儿回到了苏州的家 刚一进门 我就看到了门口的柜子上 于心东的公文包 家中却没有人 看起来她是临时有失出去了 女儿看到了爸爸的公文包 连忙激动地打开来说 爸爸又给我买好东西了 我刚要阻止她 突然间 里面红色的房产证掉了出来 上面赫然写着沈蔓的名字 一时间 我愣在了当场 猛然间 我记起了一年前 当我第一次见到于心东儿子 气得摔门而出时 她的公文包里 露出来的材料 依稀就是房屋预售的合同 眼前的房产证 更加证实了这一切 原来上一次所谓的解释 不过是另一种隐瞒 再一次 我感受到了欺瞒和背叛 恰在此时 于心东 去而复返 看到我手里的房产证 她瞬间明白了 这一次她不再急于解释 低着头走进了客厅里 坐了下来 继续沉默了好久 她才终于说到 我知道你终于有一天 还是会发现的 看我一眼不发 她继续解释道 离婚时 她和沈曼并未买房 随着儿子渐渐长大 于心东觉得有愧于儿子 特别是沈曼作为单亲妈妈 收入不高 思虑再三 她决定出首付 给儿子和前妻买套房子 她知道我肯定不会同意 同时她也知道 我收入不菲 在财务上却一直大大咧咧 于是她便偷偷地攒下了私房钱 面对她淡然的解释 和隐瞒我时的理所当然 我一时竟被气得无话可说 只是冷眼地看着她 我一想到自己的女儿 住在高价租来的鸽子间里 我日以继夜 辛苦打拼 不过是梦想着有朝一日 也能够买上属于自己的豪宅 而老公却背着我偷偷攒钱 给前妻买房 我禁不住悲从中来 回想起我们当时 无话不谈的过往 顿时觉得 恍若隔世 也许背着我给前妻买房 她早已经蓄谋已久 也许她一心想着 跟前妻再续前缘 一家四口 其乐融融 也许因为我一直忙于工作 让她突然觉得 前妻的温柔和闲凉 其实我不怕成为一个 为梦想拼命的女人 却害怕我的爱人 已经不再懂我 不知何时我们之间 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 早已闭紧 之前我一直 是在不停地问自己 是应该给女儿 一个完整的家 还是冲破一切 去追求属于自己的梦想 在这道选择题前 我一再地犹豫着 毕竟于心东 是一个好父亲 毕竟女儿需要 一个完整的家 此时于心东 感情的天平 似乎早已经发生了清洗 而我却还在 苦苦地纠结不定 岂不是太傻太天真 半年后 我作为单亲妈妈 带着圆圆 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请了 费用照顾女儿 还把父母接来 繁忙的工作之余 陪伴圆圆的成长 成了我最大的安慰 虽然我还是 不太会做饭 照顾女儿的起居 但这并不影响 我成为一个好母亲 我以为 离婚后于心东 会和沈曼再续前缘 然而我想错了 在于心东半年没有来看望女儿后 我才得知 她又开始了一段新的恋情 我也终于明白 我跟她的分歧 不仅仅是在那套房子上面 那套她买给前妻的房子 成了压垮我们婚姻最后的稻草 日复一日的忙碌间 我们渐渐地都放下了对彼此的怨恨 于心东 还是会在工作之余 来探望女儿 我们又像以前一样 聊着正在进行的学术研究 在我心里 我跟于心东之间 确实是感情破裂 没有了爱情 但是亲情还在 毕竟夫妻一场 是一种缘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